今年大學考試的錄取率大約是九成三 比去年稍微降低 而因為今年的數學甲和物理科超難 所以有專家預測 第二三類組的錄取分數 會比去年下降大概十分 但是第一類組卻會提高三分到五分 大學只考成績出爐 考生得在二十四到二十八號上網登記志願 在這之前得先確認分數 有沒有符合最低的登記標準 今年採集三顆最低的是四十二分 是屬於哪一組呢 就是屬於英文 數甲跟物理這一組的 今年最低登記標準四十二分 傳統第一類組採集六顆的科系要一百六十六分 而確認可以登記後就可以好好評估落點 由於今年數學甲物理分數降低 升學輔導專家預估 二三類組錄取門檻平均下降十分 熱門的台大醫學系估計五百三十二分 私立大學醫學系至少五百分 至於第一類組普遍上揚上升三到五分 他找到相關的弱點 因為他不可能算太準 我建議找到相關弱點就好 找到以後到底是往前哪些科系是值得一拼的 比如說前面的科系加重積分對他有利的 他可以去試試看 這是有機會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往後的填的支援數一定要夠 因為回流的名額接近一萬個 今年登分名額有五萬兩千多個 分發委員會預估錄取率落在九成三 而考生除了參考去年錄取門檻考量興趣 至少填五十個志願才不會意外落榜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